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分享一部末日精神剧《独龙》 说起男女组的结实就有点搞笑 男组是半球队,一名出类拔悬的队员 然而因为受伤很可能会断送掉前程 想不开的他坐在了顶楼 也因为有人要跳楼,所以学校这边只能暂时不让同学们回家 毕竟一群人围观,万一有人在下面大喊跳下来,那还得了 女主因为迟迟不能离开,最后直接将男主给送了下去 面对如此英姿煞爽的女主,男主莫名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对他说我们交往吧,但被女主给狠狠拒绝了 几年后,他们一个加入了刑警队,一个加入了反恐特勤队 虽然工作不同,但总算有点张鞭 平时他们保持联系,这天在韩国的某个旅馆内 楼上一直有喷喷声投诉电话打到的前台 工作人员上去查看的时候,竟然直接被拖进去 很快男主就接到了报案 这名工作人员被谋杀了,现场非常的凌乱 他们以为凶手跑了,然而凶手竟然还躲在床底下,嘴边都是血 而边上还有不少空瓶子 男子表示,我当时太渴了,所以将工作人给活活咬死 原来他从特警那边买到一种药,据说是能够提神的 没有想到吃下去后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而这名特警叫做李中泰,女主显然是认识的 等女主和同事去找李中泰的时候,发现他竟然在啃咬同伴 没有办法,女主只能开枪,必让同事带着三者离开 让女主不解的是自己开了好多枪 但是李中泰似乎依旧生如火虎 他急忙打电话联系男主,告知了这件事情 不过女主在之前的战斗中不慎被抓伤 很快他就被韩正尉给带走了 他是隶属于中央灾难安全危机中心的 显然女主很可能感染一种可怕的传染病 只能被先行带走 不过男主和韩正尉通过电话后 韩正尉意识到男主也知道一些事情 表示他会过来警局一趟 从韩正尉这边,男主知道了原来出现了一种传染病 很可能是一种大脑变异的病毒,类似于狂犬病 一旦被咬或者抓伤,都要及时进行治疗防止被感染 所以女主才会被带走 韩正尉表示,如果男主找到那种药,一定要尽早联系她 所以男主再次回到了案发现场 翻找了许久,终于找到了仅剩下的一颗药丸 并通过半球队一名曾经打卖药物的队员 查到了这种药物的真实名字叫做NEX 这是一种被淘汰的口服治疗肺炎药物 因为副作用太大了 不过这种药物可以让人提升 而女主此时正在军方管辖的所学校内 对她的身体进行各方面的检查 韩中尉并未阻止女主打电话 不过女主所在的大学宿舍仅有她接近是正常的 其他房间里的人都几净疯狂 很快女主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她是目前唯一一个没有出现异状的感染者 也最有可能产生抗体 在路过走栏的时候 女主还看到了李仲泰 本来想从她这里知道一些事情 没有想到李仲泰只想喝水 最后再次发生变异 准备袭击女主 当女主见到中尉后也知道了真相 这些感染者都会失去理智 攻击其他人 且极度口渴 现在为了避免恐慌 韩中尉都是在秘密调查这些事情 并把感染者带到这里进行隔离 面对女主的一些自望 韩中尉显然不想回答 表示你的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 两周来抽一次血就行了 女主突然想到了 之前的市区公共租赁公寓 这只能幸福 且表现平分都很高的反恐警察 才能申请到 所以她希望韩中尉帮助自己 而她则会配合韩中尉 当然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新婚 在看到男主后 女主想到了之前 男主向自己告白 那么现在自己反过来 要求对方和自己结婚 是不是也可以 男主听到这么直白的情话都认住了 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在将要交给韩中尉后 男女主就离开了 两人虎树林正 并获得了自所公寓的朱立名额 女主感叹中尉有了个自己的家 她还热情地为周围的邻居分发年糕 分发完年糕 仪表友好后她就回去了 不过这大晚上的楼上竟然传来喷喷声 让人很不爽 但女主冷了 第二天一早韩中尉就找上门 让男主配合自己调查一下李中泰的药物来源 不能让这种药物在市面上泛滥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不出意外他们顺利找到了上线 并将其抓获 但这个上线并不是最上游的货源 而女主也被楼上的邻居给弄得受不了 只能上来敲门 六人的医生连忙道歉 表示不会再有声音的 而小姑娘因为母亲帮父亲干活 只能一个人无聊地在家 于是女主就热心地带着她去了健身房 而健身房只提供给那些买了房子的 租赁的不提供 看来在一个小区内 人还分三六九等啊 而这段时间 外界开始流传一些视频 显然消息是无法做得完全封闭的 大家对这种新出现的恐怖狂犬病 感到有些不安 当然女主并不知道自己的同事被抓伤了 她的身上已经出现了橄榄的痕迹 在见识过发狂的李中泰是什么模样后 她不敢回家 甚至隐隐知道 出来的女主被带走的橄榄者 最后都没能回来 她也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女主 我原以为她是准备配合治疗 自愿被带走的 最后才知道她既然有自己的目的 为了钱 她既然冒险进来拍摄 她应该是知道自己没救了 所以才这么做 准备给家里留点钱 最后在集装箱内发现了大量的橄榄者 可惜这些橄榄者并不是完全成熟的状态 最后被惊醒了 女主虽然找到了同事 但此时的她已经发生了变异 不过女主的胆子也是肥 竟然冲进去将同事给拉了出来 在知道韩中尉将这么多橄榄者关起来后 男女主都很气愤 但她的做法确实是对的 一旦有一个跑出去 到时候可就完了 剩下的事情他们也不想参与了 原本想稍微过点安稳的日子 可女主的同事将视频发给了记者 视频被曝光了出来 什么吸血狂犬病人的词汇 瞬间在网上乐意的起来 女主急忙去超市采购物资 可其他人似乎并没有她这么积极 不过这段时间 女主也见识了各式各样的邻居 但她并不在意 只是在楼上的医生 频繁弄出噪音 让女主忍不了了 直接冲上了楼 最后知道了 医生的妻子似乎也发病了 医生还将女主和老婆关在了一起 但女主偷偷的开门 妻子看到医生后 狂吹不止 也还好男女主及时赶来 不让小姑娘叫照样了 男主却在医生的家里调查情况 显然之前楼上的声响 是医生在攻击自己的妻子 至于是变医前 还是变医后 目前男主还不知道 另一边 韩中卫也不再对外隐瞒那些感染者的事情 毕竟视频都流出去了 也让民众知道 外界有一种可怕的病毒正在传播 很快医生的妻子就去世了 如果不是因为病毒 她早就死了 所以男主怀疑医生是有意而为之 借着病毒干掉了自觉的妻子 男主甚至还找到了医生老婆的助理 当做阵人 以谋杀罪名准备逮捕医生 本来他们准备离开的 没有想到整个小区被封锁了 看到这里 突然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而那种药物是从健身房流出的 还好现在陆住里还不到一半 所以真正的住户并不多 一切都还来得及 韩中尉表示 女主是可以出去的 但女主并没有离开 当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只以为是短暂的封锁 小姑娘的妈妈因为出门工作了 现在进不去 只能拜托女主帮忙照看小孩子 而且小姑娘心脏不好 不能做剧烈的运动 另一边 罗传这边也开了一场和灾难安全危机中心的居民会议 简单的阐明了他们要被隔离的事情 随后男女主把目光转向了那名健身房的小哥 因为药物很可能是从他这里流出的 这么多人中 有一名叫安德鲁的年轻人是做家政工作的 一直戴着口罩 男主查看对方的身份证 还发现他的照片被刮花了 从他同事那边知道 小时候后对方的脸毁容了 所以一直戴着口罩 只是不知道医生是如何说服女助理的 让他的态度瞬间大变 表示他之前什么也没有看到 面对如此男主也没有办法 而此时韩中卫打电话联系男主 原来有一名主播正在直播内部的情况 男主急忙去制止了 不过这时候直播确实更容易活 但也容易引起恐慌 此时让我没有想到制造这种药的幕后正兄 此时正在享受高端的治疗 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药物流出 韩中卫怀疑的妻子也被对方给咬伤 此时正在接受治疗 你要说韩中卫不想弄死他 我可不信 但这些人都是身居高位 可不是那么容易拉下马的 现在只能隔离封锁 全面追踪那些在外面的药物 以及尽快找到治疗的药剂 此时在小区内 因为女主他们一动出现了感染者 小区内的其他人将这一动给封锁了 不给他们开门 最后还是女主直接拔枪 门才打开 目前小区内除了死去的医生妻子 一切都还算正常 可很快关在健身房的那名小哥逃走了 最后他们才发现 小哥似乎要去车上找什么东西 还好他们回来的足够迅速 因为此时在地下室内 已经出现了其他的感染者 不仅仅是车库 就连小区内也是 而且之前那名老奶奶的后备也不慎被抓伤 看来小区内隐藏的感染者远比想象的多 很快整个小区就被断完了 电视也没了信号 一开始有些人还想出去的 可当男主打开门让大家出去 这些人瞬间就闭嘴了 毕竟玻璃上都是血迹 你敢保证出去后不会遇到感染者吗 而且女主还想到一件更加可怕的事 这些感染者会有恢复器 恢复后他们是不会承认自己咬过人的事情 但医生相当的有情 竟然一人出了30万行员让人出去查探一下情况 顺带去超市收集物资 在门口他们看到了另外几名幸存者 可这些幸存者这些显然都变异了 他们想要离开这里 但外界现在联盟都不开了 意识到不对劲 就能只能先去离开先去超市 他们还发现了收音小妹 可超市里面也有感染者 再加上喜欢直播的小哥到处乱拍 最后他们被一群感染者狂追 而顿代表在地下室本来准备给一名邻居开门 最后才发现这个人似乎也感染了 看到回来的人身上有血甚至不愿意打开门 更离谱的是医生竟然用手机播放出刺耳的声音 似乎是为了吸引那些感染者进来 所以进来后顿代表被一段门枪 而医生也被男主给吐了一年血 还说这是外面带回来的 毕竟这位医生不仅杀气 还准备害死其他人实在是口误 而治疗机的研发也陷入到僵局 那些进行实验的感染者都死了 韩中尉也没有办法 只能让手下继续加快进度 因为从研究表明 如果放开隔离 整个韩国将瞬间沦陷 而医生此时又开始做药了 来到了健身房找那名小哥 似乎想从这里弄点内种药 男主都在外面看着呢 没有想到健身房的小哥 最后也发生了病疫 医生都要被吓死了 看来小哥也吃过那种药 之前去地下车库也是为了拿药 小区内不少人都买过这种药 所以瞬间就沦陷了 可谁能想 医生生夜偷偷来到的车库 就是为了那些药 甚至还偷偷放在了水里 显然医生又在密码是什么 而楼庄内有一名橄榄者的事情 被其他邻居都知道了 现在大家需要投票 看看该怎么决定 是驱赶走还是留下 最终一票胜出 他们选择留下橄榄者 此时整座城市都开始封锁了 目的就是将橄榄降到最低 甚至上面还准备将小区给断电 本来一些人只要躲在房间内不乱跑就行了 但网红小哥不得找回自觉的手机 出钱让收音小妹出去寻找 拿料才出门就遇到了橄榄者 最后导致不少橄榄者冲了进来 眼睁睁地看着自觉的轻人被拖走是什么体验 眼前这个妹子就感受到了 男女主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有个橄榄者竟然站在了自己的家门口 虽然将他给赶了出去 但谁知道还有多少人溜了进来 而韩中卫竟然在危机关头出现了 干掉了变异的健身房小哥 女主非常的不解 他们并不缺武器干掉这些橄榄者 但如果可以治愈的话 这不等于杀人吗 韩中卫表示 如果找不到药呢 到时候就是妻子感染袭击女儿 丈夫感染袭击妻子 如此往复 女主很好奇韩中卫为什么要进来 而且她手上的伤一直都没有愈合 在男主和韩中卫聊天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了真相 原来治愈的药剂一直没有被引发出来 甚至很可能根本引发不出来 女主希望韩中卫带小姑娘出去 但小姑娘的父母都被感染了 只是他们一直隐瞒这件事情 韩中卫说现在封锁的时间改为4天 4天后大家就能出去了 可真的能出去吗 而韩中卫的目的有那么简单吗 实则他准备让橄榄者再维持女主 确保他是否真的免疫 然后再将女主给带走 可能瞒着一头大象的药 竟然对女主无效 如果不是因为韩中卫没有对大叔动手 韩中卫早就被女主给干掉了 女主愿意配合他们进行抽血检查 但不希望用这种方式 最近大叔有些奇怪 竟然去找了动代表的丈夫 他姓名牧师 之前感染者竟然没有袭击他 这让大叔觉得会不会是神明在庇佑 因为他真的很想离开这里去找妻子 妻子的癌症似乎复发了 当然除了这件事 最近律师和那名女主理也混在了一起 而男主播的家人 受虑了现在没地方助的收音小妹 不过并不是任何感染病毒的人都想进来 那个妹子的哥哥被拖走后 想也被咬伤了 但他不想进来 只是拜托妹妹要照顾好自觉的家人 可生意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打开了门 但哥哥似乎并没有进来 看着哥哥在外面淋雨 妹妹的心里很难受 但他什么也做不了 最近宝洁阿姨说 他作为医生的时候 捡到了一个带血的布 在三楼和四楼之间 最后男女主找到了妹子 更是找到了妹子的哥哥 躲在了11层的房间里 而之前给他开门的是医生 医生显然知道他被感染了 但却让他进来 不过被哥哥拒绝了 男主咬牙气齿 这一生才安分多久 又要搞事情 可四天隔离的时间到了之后 外面依旧没有消息 手机还是没有信号 所以他们准备出去看看 最后却收到了通知 继续无限去延长隔离的时间 虽然没有想到的是 一般人都想隐瞒自己 亲人被感染的事 但直播小哥 直接说自己的妈妈后背被抓伤了 甚至不愿住在自己的家里 不过因为女主手上的伤被盾代表看到了 最近大叔也经常来这里祈祷 所以他们说动的大叔 让他以大家的安全为重 如果女主真的被感染了 那就将他隔离 所以最后就出现了尴尬的一幕 男女主抓到了想要在水里放毒的医生 然后和大叔他们一伙人相遇了 不过想要确认是否被感染 其实很简单 只要有鲜血就行了 男主果断地划开了自己的手掌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隐藏的感染者竟然是收银妹子 原来当初的他受伤了 但是害怕大家不让自己进来 只能隐瞒 用这种办法 他们瞬间找出了感染者 大叔也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抱歉 他很害怕 也很想离开这里 所以才会这么做 而另一个感染者竟然是牧师 难怪之前感染者不会攻击他 因为他们不会袭击同类 可惜在处理牧师这件事情上发生意外 感染归感染 但最后牧师从楼上跳得下去 实则这其中有医生在住睡 最终导致了顿代表变得有些神经质了 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 韩中卫的妻子被感染和高层关系很大 而这些高层他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既然你们放权给我做研究 最后都要成为被研究的对象 结局也可想而知 相比于韩中卫的人血 女主她们则友善得多 虽然收银妹子感染了 但最后被安排在顶楼 而随着时间的退役 人性中的恶也开始慢慢显现出来 为了食物喂的水 大家都完全变得个样子 在知道15楼的小哥里面 可能有不少储备后都围在这里 最后还是男女主进取和对方谈 小哥倒是没有拒绝 表示自己会在学校 看看哪些东西可以分给大家 可很快小哥就失踪了 桌子上还有一张纸条写着 自己做了不可饶恕的事 除了男女主没有人关心 15楼的邻居到底在不在 他们只想分东西 而女主其实也因应感觉到 最近的男主有些不对劲 原来男主之前被抓伤了 他不敢喝水 为了隐瞒真相 男主将手上的伤口 仿佛划开了很多次 因为感染的人 伤口复口的能力大大增加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保洁的尸体 尸体的脖子处像是被感染者给咬伤的 上面还傻的石灰 这样尸体不会那么快被发现 通过医生的检查 他们发现保洁死了有两三天了 这里越来越不安全了 他们将空的15楼暂时安排给了安德鲁 让他躲在这里 可这个安德鲁的表现 似乎也有些不对劲 另一边 韩中卫他们发现女主的体内 确实有抗体 但这件事情也不能上报 一旦被那些感染的高层们知道 女主会被活活抽血而死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快的研究出治疗药剂 而她的妻子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再加上小姑娘现在的情况也不怎么好 学男主偷偷用无线电 联系上了韩中卫 其实拆除了男主很可能被感染了 不然他不会 只让女主和小姑娘出去 自己则不出去 一直到现在男主都觉得奇怪 15楼的小哥到底去了哪里 最后意外发现了他的尸体 而之前因为病毒爆发 导致相关部门更新的数据慢了点 那个被刮花的身份证主人已经死了 所以杀害宝杰和15楼小哥的人 其实就是那个安德鲁 等男女主意识到后已经晚了 安德鲁说动了其他人来分东西 并戳上了大树还劫持了小姑娘 而这个安德鲁其实是一名连环杀人犯 他不管是杀人还是杀感染者都是毫不手软 而且伴侣不仅有医生还有动代表 医生是撞见了他杀人的画面 最后妥协表示愿意帮助安德鲁 当然也并不是任何人都愿意帮助他的 绿色的妻子发现丈夫出轨后 最后还是选择和女主他们站在一起 而那对兄妹虽然哥哥被感染了 但妹妹还有两只 可惜这些人逼迫男女主去打开地下室的备用电源 这样他们才有机会逃出去 网红小哥也想跟着男女主一起出去 因为他想试试能不能开车冲出去 可惜电源是打开了 但小哥的车子却无法启动 且让逃跑计划失败了 被一群杀感染者包围 那感觉真的是爽爽 而且男女主也知道安德鲁在上面等着他们 所以他们换了一条路上去 当打开电梯门 男主挡住那些杀感染者的时候 女主终于知道男主也被感染了 但现在他们没有时间了 该离开这里了 在律师老婆的帮助下 他们顺利接到了小姑娘 并带着受伤的大叔 准备开车逃离这里 但男主被安德鲁给开枪打中了 他让女主赶紧走 毫不怕舌的男主让安德鲁没得兴趣 这一点也不像是在受敛 可安德鲁却被变异的男主给咬了 此时最紧张的就是女主理和律师了 他们在密谋医生大量的虚拟币 教室拿到密时不得赚翻了 别人都是要命 这女主理竟然是要钱啊 而被送者的女主醒来后 得知自己身上缺手抗体 但越来越少了 最后她会被送往政府的研究所 而男主是否还活着太不知道 可女主想回去一趟 好消息是小姑娘见了妈妈最后一面 也去接受了手术治疗 韩中卫则从律师七九的口中 知道了小区内的一些情况 更是知道了之前有个哥哥被感染了 但似乎一直没有病 还有那个老奶奶 显然小区内似乎还有其他的抗体存在 从女主最后的抗体中 他们只制作出了两针药剂 一针给了韩中卫的妻子 另外一针本来是给男主留下的 但女主给小姑娘的妈妈注射了 上面来的人看到这幕很生气 但已经发生了没有办法 而且韩中卫表示 在隔离的小区内还存在名义者 至于女主回到小区见到了男主 如果不是那对兄妹的帮助 男主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而这个之前被咬伤的哥哥患有家族性的糖尿病 而老奶奶也很可能患有 这是为什么他们不会感染病疫 好在一切都来得及 有的女主身体内抗体研究做铺垫 最终幸存的感染者最终得救了 只要不是感染到大夫妻那一类的 一般都能治愈 而安德鲁因为之前被男主给咬了 竟然没有死 虽然折腾了一波 但还是被干掉了 影片的最后那些犯罪的人都得到了惩罚 而男主也并没有死 他恢复的原样 小剧也恢复的正常 很美好的结局 但总感觉剧情的走向不应该是这样的 似乎最后因为某些原因突然就草草受尾了 让人有些莫名其妙 这部剧确实让人想起了封锁期间的那种感觉 有些事情虽然离谱 但也很类似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